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者朱晓明 在香港有这么一家餐厅 它是专注于中西结合的创意菜 那么最近呢他们推出一道新菜 让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这道菜就是那个用了法国的鹅干 让我们自己的烟熏的鸡腿 上面也配一个锅笋 还有些炸脆的蒜头 你看它那个白色那个就是日本的食用 日本的食用 配一个我们自己调的西洋 好 谢谢 所有者都能闻到它这个烟熏的味道 让我们尝一下 因为这个鹅干特别软 因为我入口的提化 你尝一下它这个窝笋 特别的清爽 跟鹅干配真的绝配 刚刚我们吃到的那道菜实在是太好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得到主厨的允许可以去他们的后厨看一看这道菜到底是怎么做的 让我们快去看一下吧 我们刚刚刚刚呢都在里面栤上了又一只鸡腿 首先呢我们要打成鸡腿 让鸟肝下去 让完之后紮住它 然后就慢煮它 这个呢OK 之前呢已经是做了几个小时了 因为这个火候呢一定要是慢的 温度太高 鵝肝会融化 浸浸虱油 浸在炉头一得 就会烟熏 现在慢慢在烟熏 让味道烟熏的香味 茶叶的香味 米 片糖 那些味道滲进去 鵝肝是很代表中西的结合 我们用八角的鵝肝 用我们中式的豉油王的做法 来做的 拿到那个味道和时间 要是刚好 香港是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吃到中餐和西餐 还可以吃到中西结合的美食 想知道香港还有什么美食吗 继续关注我们的摊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